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等一下到最后我会教你一个不一样的吃法 一个新的吃法 吃了会成神仙吗 对 会 那我们今天做这个难做吗 不会 很容易 我来介绍一下它的食谱 好 我们都是用黑糯米 它就是这样 我把它蒸 如果你要蒸个月也是可以 如果你不要蒸个月 你就蒸半个小时至少 就可以 好 等一下 我看不到黑糯米 哦 可能 镜头上再看 可以 可以看得到吧 其实这个 很普遍你在超市场就可以买得到 对 买的时候没有什么怎么挑 这样子 它是一包包的 可是我通常都是买了过水先 然后才来蒸 先洗一遍再蒸 对 然后我们要用到的是 盐 一点点盐就好 大概一大小时 然后 黑糖 这个 这个是 马六甲的黑糖 也有叫 椰糖 对吗 对 如果你要买到 很好吃的 你就 好像 很多学生 因为我叫很多学生 他们都是去 马六甲买啊 不是 巴掌 巴掌 是吗 我觉得它的 这个黑椰浆很好 很香 对 跟我们 马来西亚的 Penang的 马来西亚的都不一样 可是有一样东西 你们要注意的是 它有很多蚂蚁 哦 OK 你就要把它 真的你煮的时候 最好就是 另外煮 另外煮 然后把它 割掉 割掉 那个水不一样 那个蚂蚁是在糖里面的辣 对 我知道你意思了 其实那个蚂蚁 坦白讲是可以吃的 可以啊 有啊 因为它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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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它的蚂蚁 真正的是 吃那个糖而已 对 我是觉得可以吃的 没关系啊 蚂蚁其实真的是 咬不足 不过像Chef讲的 就是你买回来 卫生了 卫生了 你先处理一下 然后另外一样的糖 就是那个 冰糖 冰糖 你看是小小粒 不是黄糖 是白糖 然后搬蛋叶子 搬蛋叶子 搬蛋叶子呢 你买的时候 你就要洗 洗干净 通常用的话 我知道有人教你们怎样 就是把它打一个结 要吗 我不喜欢弄香 因为我觉得它的味道 你煮的时候 它的味道不会出来 打了不会出来 对 我就把它 切成一块 用手撕 然后用手把它捏成一半 不相信的话 你闻一下 你不要靠太近 你闻一下 你就可以闻到它的香味 我戴口罩了 我闻不到 对不起 闻到一点点 因为我爱口罩 有没有 比较香对吗 有 然后你会不会觉得它煮的时候 它的香都跑出来 对 OK 这个我不要用 那为什么打结 打结就不会 因为你看 你打结它困在里面 它的味道也会出不来 哪里有味道 我是这样觉得 OK 可是不是不对 那就是 掰了 没有打结是容易拿出来 它也不会散得到 不是不对 不是不对 喜欢 喜欢大众 OK 我是觉得我喜欢这样 OK 把它稍微再撕开一下 撕开 给那个味道更容易 因为反正 等下我们都要丢掉 对 我用的是 八条 for about 刚才我摸的那条 已经丢掉了 对 三 300克的米 然后大概八条的 班兰叶 我放多点可以吗 如果我爱 班兰叶的味道 也不好 因为 太多它的味道 把它的 饭给盖住 就把那个 糯米的香味给盖住 所以你讲 每个东西 你都要 一定的分量 不要说 哎呀我喜欢放多多 对 不好的 OK 我们就可以煮 再次你要用高热 就是要大火煮吗 对 大火先 然后你放2瓶的水 OK 2瓶 2公升 2千 2公升 对 我小时候很喜欢吃这个 现在比较少吃 是因为我在外面每次吃到的 就是那个黑糯米的量很少 然后吃到的很多都是那个 水 水跟糖 嗯 我不喜欢 而且没那么香的椰糖 嗯 一般没有那么香 对 所以 要找到好吃的 就是今天一起来做饭 OK 然后那个水分 如果你要 因为 这一道 布鲁蜜糖 你要多水 你就 那些 多水的话 你就放多一点点 嗯 看个人你的意思 就是你喜欢稠一点的 还是稀一点的 自己决定 对对 自己决定 可是我 你喜欢的 我喜欢的就是 现在的 2 L 2L 2L 然后 如果我煮好了 我觉得它是很厚 我就加多一点点水 但是 你加的水的时候 要用那个 热水 滚的水 滚滚的水 不可以用那种开水 OK 好 然后我们就把它 现在就放了吗 现在就放了吗 马上就放了 对 放进去 OK 然后我们给它煮 放一点点 1.5小匙的盐 先放盐 现在就放了 放盐 放盐的作用是什么 啊 因为你看 它本身没有味道的 嗯 我们调一些 你这是要把那个味道掉出来 对 等一下很好吃的 是 OK 然后我们就给它滚 可是你在滚的过程呢 每次 10分钟 你要煮大概 一个半小时 OK 在中下火 就是中下火 OK 然后每次 10到15分钟 就搅一下 要搅一次 不然它会粘在下面 对对对 薛宝我问你一个问题 就是 当然我知道 因为成本的问题 所以你如果加的那个 黑糯米的分量多 你就成本高吗 对吗 所以很多我外面吃到的 很多是 粉粉的感觉 就是感觉是 超凡的 啊 对对对 是吗 是是 嗯 你的完全没有粉了 不用粉了 所以我因为我一直在旺没有粉的 嗯 嗯 其实 应该这么说吧 黑糯米 OK 我们小时候啊 我每次 那天我看到说 哦 我们今天的师傅是黑糯米 我就想起往事哦 因为我以前我们家呢 如果煮黑糯米 一定要用火炭炉 哇 然后 然后我们是小孩子嘛 嗯 就很当然的 就像他所说的 你一直要站在那边搅 嗯 然后呢 你一不搅就很容易就搅 然后你就要被骂 哦 所以每一次煮这个糯米 很高兴 可是我想到要煮它 超烦的 因为尤其到后面你要不断的搅 他很容易就沾 很容易就沾 对对对 所以这个是让我蛮难忘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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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很难忘的事情 不过后来 嗯 我终于解除了 自从有 慢煮过以后 嗯 我们家用慢煮过来煮 我们就不用整片脚 可是 味道不一样吗 有一点点差 一点点 不会很厉害 因为你想起你要站在那边 这脚我就觉得 我宁愿用12个骨骨骨 OK 我要讲的这个黑 Gula Ma La Ka 因为你买的时候 它都是这样一大大块 对对对对 你可以因为我们要 等一下放进去的话 你要给它 要吸收 融化掉 这样比较难 所以你可以把它切成小小块 或者是用一个 啊 金箍 那个钟的那个 那个 中到小小块 我现在用 刀背 硬叻 用刀背 刀背 刀背 你看 它不是要碎的 碎一点点 OK 就比较容易煮 那师傅 我再问一个问题 那我们不会煮饭的 问问题 那个 买这个 Gula Ma La Ka 买的时候有什么 挑选买的时候的重点吗 你不可以挑 因为它是一包包的 到各 对 它没有卖散的 全部的地方都没有卖散的 全部的地方都没有卖散的 怎么才叫好的 怎么叫没有那么好 OK 所以我讲 如果你每次有出国的话 好像去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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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nang 你去Bintang Battang 他们就有很好的 Gula Ma La Ka 我觉得是看运气 因为你没有试 你相信一种直觉 这个应该好吧 那就买回去 但我觉得都不会让我失望 因为我注意到Chef选的 它的颜色很干净 我觉得 但是是深红棕色 一般上我在外面很多看到已经是有点黑 黑色 有的也是 黑是放飙久就黑 有不同吗 它的 可能它的做法吧 对 熬煮因为它是 没有经过提炼的原浙糖提炼出来 如果你们一定要 我是本身我买到什么我就用 对 如果你是觉得 这个比较好看 你去Supermarket 它是一包 里面就有 一包一定有 八块这样圆圆的 嗯 你就买那一包吧 就可以了 一定是八块 听到没有 Chef Alan分享的购物小秘诀 我可以不可以说 就像你所说的 因为有人也讲过 这种有时候你煮出来 它有点杂质的 我可以不可以另外拿一个小锅 把它放一点水煮融了 才倒进去 然后过滤 然后才倒 可以吗 可以 它的味道也是一样 对 嗯 那么我如果不要放冰糖 我全部用椰糖可以吗 这个黑糖 可以 可是 就是 等一下你吃到我的 跟你说你要做的方法 可能它的味道会 不一样 就是椰糖的味道太重 对 我是 平衡它 平衡它 就是既要有甜味 可是不要太重的椰糖味道在里面 好香喔 可是这个你不可以大火 你一定要小火 滚了以后就小火 一定要给它小火慢慢煮 也算我说 十到十五分钟你就要走过去 搅它一下 真的 你不可以跑掉去做你的事就对了 不过请相信我 月到后面 她说 叔父说五到十分钟吧 我告诉大家 月到后面最好五分钟 这是我以前的经验 为什么 它黏 所以你一定要搅 不然它很容易就肚 它的果已经是把它煮到稠 它越来越年 因为它本身是糯米的一种 所以它是会滑的 OK Chef 你看了 椰奶黑糯米粥 对不对 所以你选择的是新鲜的椰子的奶 对 OK 讲到这个我就要跟大家讲 这个新鲜的椰子 这个奶 我是买那个packet的 我没有把它挤出来 我只是买那个packet的 然后 怎样煮呢 就是 你放小火 把你的奶放进去 放一半小匙的椰子 一起去煮 OK 煮了呢 你就给它冷 等下你要吃的时候 你就放上去 所以你这个椰奶 是买所谓的 就是超市卖那种新鲜的椰奶 对 不是罐头的 不是罐头的 是冰箱冷的 对 是那种packet 是那种一包包装包装的 对 可是要额外的再煮滚它一次 对 小火 对 可是我们每次跟你们讲 你们煮coconormac的时候 最好不要给它滚 就是不要有泡泡 OK 就是给它煮的 它热 OK 就stop 快要滚这样就关了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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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它可以耐 煮过的椰浆表面 你不会觉得如果你煮得太过头 它也是会变成酸 是 是 还有它的油跟水会分离 对 就是这样 嗯 我又学到了 是 OK 谢谢你们教 不会不会 所以说起来的话 其实这个 黑糯米 我以前 在没有读中语之前 黑糯米在我眼里面 就是一个 甜品 当然我们读了中语以后 我们就意识到了 其实黑糯米 原来在以前中国的北方 因为我们东南亚 我以前 就觉得吃黑糯米 是一个很自然的事情 没有觉得有什么特别 其实我发现 黑糯米是润肠 对 不止润肠 不止哦 其实它还有补血补肾 哦 因为它是黑色的 是 而且其实 其实在中国有时候 我现在也查过 其实有些时候 会叫它紫米 紫米 大家其实发现 它不是纯黑色的 紫黑色 它是紫黑色 所以一般认为 它有很好的补血 补干肾的作用 而且在古代 我不知道 我看资料 是说这种米呢 因为它可能是 产在比较南方 所以在古代 他们说这个是 进贡给皇帝的 因为这个是很少见的 而且它的颜色 加上它有很好的补义作用 所以呢 我的印象中的这种甜品 一定是跟椰浆在一起 对 可是我会介绍另外一个 一种吃法 但我就不知道 我也在吃到 因为我在北京那时候看到 他们卖的时候 他们的做法是放 有一点做他们的八宝粥这样 放龙眼红草 对 如果 因为我前几天有讲过 如果是娘惹菜呢 是各家有各家的食谱 是 我的其中 这个是我其中的一种 如果你要 有很多娘惹人 他们都喜欢放那个 刚才你所讲的那个 龙眼 龙眼 还有什么 就是那个龙眼而已 就是龙眼 龙眼跟糯米煮 对 就是这样而已 但有放椰浆吗 就不放 你要吃的时候你才放 所以他们还是可以放椰浆 还是可以放 但是他多了一个放龙眼 对 就是滋补的作用 对啊 但补血功效更好 对 不过我看他们北方的 他们主要是放红枣啦 那有一点枸杞子啊 可是他们的做法跟我们不一样 他是煮的比较稀的 然后最重要是 当然就没有椰奶嘛 没有我们的椰浆了 只是糖而已嘛 所以我记得早年我去看到他这个甜品 就觉得 没有椰浆哪里好吃 可是这个就是让我有一个 原来别人也有别的做法 因为我们经常都是这样嘛 我们都是生活在自己 尤其以前 70年代我们当然不像现在啊 大家网络世界 大家都可以看到有很多新的地方 而且可以出国长嘛 对 就算你没有出国 其实你上网就可以游完全世界了 所以 对我来讲呢 我早期80年代去北京读书的话 从一个南方的小孩去到一个北方 纯粹就是真的典型的北方的环境 你给我很多 我说文化的这个震荡 跟尤其吃方面 有很多是我没有见过 所以我对糯米 不知道为什么 本来我们觉得在新加坡吃是很理所单 下饭中心就有得吃 常常都吃 家里也煮 真的你到了北京的时候 你第一次吃饭的糯米 好有亲切感哦 我们的糯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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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都有这一道 对 有一个市场 哇 在那个 哪里 可以讲吗 讲讲讲 我要听 是不是要讲 OK 你知道那个 我们的糯米 后面的糯米 我知道 她有一趟 是两个女阿姨煮的 她的这个很好吃 是吗 她又很 Generous 就是很原装原味就对了 一碗 只是 我看是两块半吧 很大碗 比别人大碗 对 有一次我吃的 很好吃我就 说我再买多一碗来吃 可是我叫 我说阿姨可以 我还你钱 可是我只要一半而已 她没有收我钱 她给我一半 哦 这么好 对 可是我不知道她的招牌叫什么 没事 下次我跟Chef Allen一起去 哦 好 疫情过后 对 当然疫情过后 现在买东西都要外卖打 但是 Chef 原来她不是爸爸 我不是爸爸 是因为我母亲的时候 她有很多爸爸朋友 她 因为我从小就很喜欢烹饪 我就每次跟她在厨房 只有我 然后我就跟她学 学了很多诗谱 然后我又改那些诗谱 就变成很多 哦 然后 以前我自己开店的 我就跟人家做catering 其实很多ministries 然后 他们很喜欢我的娘惹菜 我就从那个时候 会爱 然后我在PA教的话 很多学生都喜欢娘惹菜 他就叫我 行程序 OK onepa.sg 找Chef Allen 接下来看 Chef Allen 在疫情之后 要教什么课啊 那么 当然今天我们要跟她学的是 椰奶黑糯米粥 哦 现在要搅动了 很棒很棒 那Chef 讲一下 除了爸爸或者是娘惹 他们吃的甜品有这个之外 还有什么甜品是娘惹独有的 有一些我们现在找不到了 好像我以前曾经有做过一个 Jelly 那个Jelly是很传统的 是菜眼吗 是菜眼来的 可是它不是我们所做的这种菜眼 它是有点拌 它是很硬的那种 很硬的那种 可以收很久的 很硬的 对 然后它要晒太阳的 哦 Jelly晒太阳 晒太阳 晒太阳你要吃的时候 你就拿出来 切切切切切切 就可以吃 现在有的是吗 没有了 现在没有了 不用收在冰箱的 因为以前的人 他们都没有冰箱 所以他要设计那个菜是 可以耐的 可以耐饭 对 我讲起牛鸭就是我们讲的牛鸭贵 是吗 我都忘了 我也是有出过一本书 很多娘惹菜 好 我就介绍一下 来来 这边 哇 Bobo Chacha是娘惹的吗 对 Bobo Chacha是 我最喜欢的 Bobo Chacha Bobo Chacha好吃 我的这本书是叫 Alan Bakes Really Good No Nonsense 牛鸭 treats 里面有30种不一样的食谱 都是娘惹的 OK 我最喜欢的呢 就是 每个人都要我教的 就是这个 牛鸭巴掌 我爱牛鸭巴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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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鸭巴掌 就是有放那个圆水纸的那个粉吧 圆水纸 圆水纸 我们叫管水纸 Colanda's Powder Colanda's Powder 对 它的 OK啦 这个书 你可以在 Times Book Shop找到 好吗 好吗 然后 它有一个系列 它就是有另外两本 就是 一个 Cookie Book 跟一个 好美喔 好吗 哇 这样美的一个 所以 这个是 所以 这个是 这个好吃 这个 放椰糖 然后包 对 有机会的话 你小时候有做过 可以在上节目 来做这些 娘惹 糕点 OK 想要再跟Chef Alan 学的 赶快留言 说 我要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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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教 我跟你说 牛鸭巴掌 我是最爱 就是这个 刚才你提到这个 就番薯啊 放粉 然后放椰糖 太棒了 其实 其实 我 我们也有 现在 我是在 我有一个私人学校 OK 然后 已经有人教我 教那个 端午节的 那个牛鸭种子 因为我已经 教了 三年 所以 如果要的话 忘了跟你有MH 在 蚵桂 啊 那个蚵桂也是很好吃 你看 我看到蚵桂了 我天哪 这些都是娘惹的吗 对 我是娘惹的食谱 哦 就是说 可是也是有 好像我们福建 潮州 都有不一样的 其实娘惹菜有一部分 是中国菜的一个变化吧 我应该这么说 对对对 一种变化吧 对 所以我也曾经问过说 到底 牛鸭的也有 鲁那个猪脚啦 对对 这些到底有什么不同 我就曾经问过 Chef Allen 是说 其实每一家每一家 都不一样的做法 所以我看 我们安娜太高兴了 看到这些甜饼 我不要镇定一点 我是高兴在心里 喜欢吃吗 喜欢 你看他高兴都做不下来了 我 你看我一直做不住 我一直做不住 因为太兴奋了 哎呀 一起来做饭 好 有机会的话 因为这些点心 说实话 平时真的在家里 没时间做 我觉得真的应该 趁这个时候 大家都在家的时候 可以趁这个机会 好好的耐下心来 做做这些高兴 那我问一个问题 像我们做这些 看起来好像很简单 这几天你教的 只是有一些工具多一点 但是都是相对简单 对 可是如果过程里面 有什么东西做不对 那道菜就完蛋了那样 其实可以补的 可以补的 好像我在做这个节目的时候 我就想说 惨 因为刚才你们所吃到的那个 前两天的那个五香 对 五香 你们吃过就是讲很好吃 对吗 那天我们吃了老师 可是你知道 那一天我来摄影的时候 我就去 跑几间 的市场 找那个红萝卜 哦 因为真的没有 没有红萝卜 对 我就想 如果没有那个红萝卜 我要怎样 改它一下 可是最后我找到 那如果真的没有红萝卜呢 OK 我就要牺牲 就不要红萝卜 不要红萝卜 也是可以做成那一样 哪样东西加多一点 那有没有味道少了红萝卜的味道 一点点 可是 你还是可以吃到它的 甜味 甜味跟那个 crunchy crunchy 因为我有 Water Chestnut 对 所以我说 每一家的 饰谱都不一样 你可以 不要有红萝卜 可是因为我 我是一个 所以我的 制作是这样 我就一定要 追求这样 是 我没有那个东西 我很不自然 对 对 我很想冲过去帮Chef 讲到 现在有没有发现 它越来越 愁了 越来越搅的时间 要越来越长 有没有闻到那个 香香的味 我就闻到 糯米的香味 那像这样的一道 椰奶 黑糯米 这个甜品 配的茶是 OK 我今天特别 我介绍这个茶的时候 其实我有稍微考虑一下 我到底要不要介绍这个茶 因为 这个茶的主角 其实叫葛花 葛花就是搭着葛跟葛 葛花的作用是什么呢 其实它最有名的作用 或者说它最主要的作用 是解 喝醉之后 感觉 胸闷 不舒服 想吐 头痛 这些等等的症候 OK 我可以问吗 如果我要喝酒的话 我可不可以先喝这个 对 就不会醉 OK 应该这么说吧 先喝它的好处是 你不容易有 那个醉的不舒服感觉 哦 因为人家说 你想不要醉的话 最好吃点东西 对 最流行不是说 吃的牛油 还是起司 让肚子有个甜的地方 对 那其实这个葛花呢 它其实最主要 一直以来我们古书都记载说 它有结酒 酒的那个 甚至有的书还写说 如果你没有喝酒 不需要喝它了 哦 就不要喝它吧 因为喝它其实它可以让你 那个出很多汗 哪有这样的一个说法 但是只有一本书这么说 大部分都认为说 这个葛花呢 其实第一它是结酒 第一 那有些人真的喝了酒 会有不舒服的感觉 胸闷啊 胃脏啊 头痛啊 恶心界等等 那其实除此之外 其实这个葛花本身呢 它也有一点 它也有去热解暑的作用 我觉得可能用在现在来讲呢 非常漂亮 我们用在现在来讲 我觉得也蛮适合啦 因为最近天气也不要不好 大家也不要闷 可能有的人真的也在家里 自己可能喝闷一点焖酒啦 什么 也许喝点啤酒 或者什么之类的 不要这样讲啊 我们是 但是 因为我们是one man party 对 但是我们就在想 不管是说我们有没有这个 喝酒吧 这个葛花其实它在这里 我认为它也有一个 去暑跟节热的作用 哦 因为广东的五花茶 有一些的五花茶是加葛花的 它不是加槐花 因为葛花其实也可以清肠的一个作用 它有清肠味湿热的作用 所以我想还是介绍给它 葛花 它跟葛根没有关系 是有关系 它就葛根的花 但是它有一个 一个致命伤 我觉得是 它的味道一般般 不太好 我还以为喝太多会泄肚子 那也不会啦 但是它的味道其实没有很好喝 所以我的设计里面呢 我就加了一个 比较香的 这个柠檬草 大家都知道 柠檬草 跟少量的 少量的这个 甜菊叶 大家记得 我们的葛根花 譬如说你放10克来讲 柠檬草你也放10克 那这样的分量的话呢 你的那个甜菊叶呢 大概放一片到两片就好 不要放太多 因为我只是用它来去掉那个 柠檬草的那个 色色的味道吧 我觉得它的味道不太好喝 刚才医师有给我闻了一下 它没有泡的柠檬草 嗯 我闻那味区我是第一它没有香味 是 第二它 酸酸色色的感觉 也还好没有太浓 是吗 反正我觉得还可以 我是蛮挑剔 我觉得嗯 不太好喝 因为我觉得尽量 我也希望这个茶呢 具有它一定的功效 也要至少不难喝吧 所以我也额外加了那个柠檬草 跟一两片 一到两片的这个甜菊叶 那么当然我加柠檬草 跟葛花在一起呢 它有一种芳香 我们讲帮助消失以外呢 有去湿热 为什么我会搭上 那个Chef Allen的这个 这个黑糯米椰奶呢 是因为黑糯米 大家都知道它有补益身体 刚我说了它有补血 补肾的作用 可是它的缺点是什么 糯米本身是难消化的 而且呢相对来讲 它有一点点燥热 哦 我觉得呢正好 因为它有一点滋补 它滋补啊 它其实对身体很好 它有滋补的作用 那么椰糖其实也有补血的作用 所以即日喝这个甜品 其实挺不错的 是 它有补益肠胃 它有补血的作用 但是它的缺点就是可能 有些人吃多了 就有点消化不好 体质的问题了 对 所以我想就介绍这个葛花柠檬草 柠檬草葛花茶呢 让大家呢可以去一下那个湿热 能够帮助消化 那么而且呢这个这样的泡法呢 它的茶是比较清香的 那我觉得搭配上这个 这个黑糯米椰奶的话呢 是不会强调它的味道 可以问一下吗 好像我喜欢吃糯米 一个人呢可以吃一碗还是吃两碗还是吃三碗 你怕不消化的吗 对 其实如果你从一个人可以吃饭 吃的那个量 我们是说一天可以量 那我觉得就是大概半碗多一点吧 不要超过一碗 最多就是一碗 对不起 不要讲一碗两碗还是半碗 没有 没有 我说的是已经煮熟了的 OK 不是粥 如果你当然粥 如果你煮得比较稀的话 大概可以一碗到一碗半 我觉得还可以了 OK 根据个人的 当然 我真的可以吃糯米我真的可以吃 因为好像你吃那个种子 种子 我可以吃三粒 一口气吗 你个人消化能力很强 那是你自己做的粽子吗 对 那是这里面的肉比较多一点 对 米饭没有这么多 对啊 所以自己做的话 我估计一个粽子的糯米的分量 是外面的一半吧 对 所以它等于吃外面的粽子一个半 那也挺厉害的 医师 你这个葛花这个茶 分量大概用多少 有啊 等于我会放在那个上面 大家可以去看 那就是说 大概10克的葛花 搭配等份的这个柠檬草 然后加上一道 一片到两片的甜菊叶就可以了 甜菊叶 大家也是这样泡来喝 所以一会儿 应该泡的时间够长 你们可以 你们很有默契 一个起来去把那个锅里面的黑糯米 搅动一下 一个起来泡倒茶 没问题 因为刚好我们还是 远距离的 当然 当然 这保持那个社交距离 对 然后现在出外都要戴口罩 其实我都很习惯 我以前走路很快 但我现在如果在路上走的时候 我看到前面有人 我往常以前是会追过去 去抛过 因为我要快快走 不要他挡住 现在没有 我还是保持那个远的距离 慢慢走 所以这个机会已经改变了 对 其实医师你这样讲 我倒是有个感觉 有一天 那个时候还没有 就是现在管得这么严的时候 我们就比较多出外的时候 就搭电梯嘛 电梯很多时候地铁一开门搭电梯 很多人就挤在一起 对 对 对 那么呢 现在大家都会知道 我先给你上 对 我跟你保持大概 三个梯极 其实我们所讲的 习惯成自然 是的 我们已经知道 已经要有一个距离 应该是这样保护 是 而且我早期我刚刚 三格的时候 我很懊恼 经常有人就在我旁边插了 以后就插 在我中间 我往后退又不行 现在没有了 我放三格就是三格 没有人再插对了 所以我想大家都已经开始清楚说 这个距离的重要性 对 郭医师 我来喝茶 来 我又要把口罩稍微拿下来 然后我来喝茶 记得拿下口罩的时候 也很好喝 就是不要触碰外面 因为有甜脂液和柠檬草 所以大家就喝不到葛花的 那个色的味道 是 现在我很像古人喝茶这样 古人喝茶 当然如果你们觉得不要有那种甜的味道 你也可以不用放甜菊叶 可是这个味道很好啊 对啊 就是啊 因为柠檬草加甜菊叶肯定好喝的 所以有时候呢 我在设计一些茶饮的时候呢 有几个是我经常会必备的 就大家没有发现我最近呢 都常常介绍柠檬草这个 这个 这个 泡茶的这个 材料 所以我觉得它的味道呢 其实非常 非常 还在煮 很多东西 还没有好 你看 你可以看 白蓝月 白蓝月基本上已经是黏色变 可是你看它的饭 是慢慢 慢慢的 紫红色出来 对 你看是紫黑色的 紫黑色的 可是你不可以说 你要给它赶快煮好 你就开大火 就快快煮 不可以啊 一定要用小火 慢慢 耐心的 慢慢煮 慢工 出细货 对 要不然的话 你煮出来你发现好像表面看着糊糊 可是里面你吃的时候是硬硬的 对 所以就不好吃了 所以糯米真的是要花时间 那不管是紫色的糯米也好 还有白色的糯米 就我们一般吃的糯米饭 其实很多人对糯米的印象就是说难消化 我就觉得咯 是 可是它的好处 很多的米 它的性质是平的 或者是偏凉的 它是温的 只有糯米是温的 而且糯米呢 它其实有补气的作用 补气见味的作用 所以如果你身体虚弱的人 其实糯米煮粥是很好的选择 不要做成糯米饭 糯米饭就因为你想看 做糯米饭 糯米饭的话 都有油 你没有油炒过都不好吃 可是其实如果你拿少量的糯米 放水浸泡它 浸泡它两三个小时了 然后用火把它煮 煮得比较稀烂的话 其实它对胃很好 它有暖胃的作用 补气暖胃的作用 我问一个 黑糯米跟糯米一样吗 你是指功效吗 功效来讲 它们相似的地方 就是我们认为 两个都可以补气的 都是温补的 可是呢 白糯米就偏于补脾胃的气 而黑糯米我们认为 是尖能够补肾 这个是它们之间的差别 所以其实啊 黑糯米大家也不要激 你一座 哦我只可以煮甜的 你们其实不妨试试看 黑糯米把它 纯粹黑糯米 把它煮成粥 然后你搭配菜来吃 其实很好吃的 黑糯米粥 我们也是有做一种 糕点啊 是用黑糯米来做 做成什么样的 OK 就是把它我们叫 我曾经做过了 我们是其实叫 布鲁太太 可是我是用黑糯米来做 怎么听到有太太的 以前的人都是那种 很有钱的 真的啊 布鲁太太 然后我就用这个来做 做了 自己做那个 鲑鸭铺上去 哇 就是煮熟的 煮熟的以后 然后再出鲑鸭 来 煮熟了 我再 鸭成一片 再去蒸它 哦 那是蒸得多 哎呀有机会 单单听 就很好吃了 疫情过后 对 那个黑糯米本身是香的 可是 鲑鸭又有甜跟香 可是鲑鸭很 鲑鸭你应该要浇 我觉得自己做鲑鸭很好吃 是 因为 当然啦 可是你也是要站在那边煮 搅 搅是吗 搅几个小时 要几个小时啊 我的不是那种 commercial的有没有 对啊 很容易 我是真正的要去慢慢煮 慢慢煮 真的要煮几个小时啊 两个小时 站在那边两个小时 对 那个真正的你 你不可以坐在这边 你一定要站在这边 一直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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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它是用那个 我们叫 它是用水来慢慢煮 慢慢煮 哦 用水 隔着水来这样慢慢煮 慢慢煮 那要考虑啊 站住两个小时的话 不过 如果是在家里这么长时间 站住两个小时 我觉得OK啊 就是当运动嘛 不过 边站边活动可以吧 不过 我会选择去找哪一家的好吃 他做的 可能没有Chef Aaron做的好吃 但是呢是好吃 而且品质好的 对 平时没有啊 我就买那个 其实各位也可以跟Chef Aaron 学了以后 然后你做了以后 你上网说我有卖这个 我们就可以去支持他 好主意 对吧 两个小时你卖贵一点的话 我是愿意的 因为那个是值得的 你的第一个顾客 对 已经报名了 有些东西真的需要讲 所以我对于这个植米 因为上次就是我说了 我在北京的时候 我第一次看到他们路边 就是他们有一个 以前有一个什么东华门 是卖小吃的嘛 那我第一次看到植米 而且我看到竟然没有跟椰浆在一起 我觉得很奇怪哦 然后我就看他写很多那个植米的功能 我说有这么厉害吗 我们从小把他当甜品而已嘛 所以我后来回去也有查了一下书籍 其实在记载里面对他的叙述呢 其实记载不多 因为他这个比较偏南方嘛 但是对于他的评价都是好 是 对于补义身体才好 所以我会觉得说 大家也可以试试看 植米不但是做成甜品 你可以留一些些哦 大家回去可以试试看把它煮成粥 它其实你煮粥的话 它算是一个粗粮 因为它的皮是比较厚的 它算是一种粗粮 对 大家可以拿来吃 是其实蛮好吃的哦 还有一点哦 我上次也说过 很多人对于糙米 煮成粥是不能接受 觉得口感不好 其实我常跟我的病人讲说 你不妨加二分之一的糯米 或者三分之一的糯米下去一起煮 我这听说人家加白米 很少有听到人家加糯米 白米没有那么滑 你放糯米呢 那个粥 因为很多人不习惯吃糙米 就觉得它咸咸不好吃嘛 可是如果你跟糯米一起煮 那个糯米是很滑的 所以你可以放少一点 变成说你的糯米可以比例多一点 糯米少一点 那你煮出来的效果是跟白米一半一半一样 大家不妨可以试试看 医师我又要问 嗯 前些时候不是大家在买什么五色米啊 几色米的 对对对 内内又有什么 你没有发现五色米 里面一定有黑糯米 如果你试试看的话 有吧 也是有一种什么 八宝茶是吗 八宝粥 它也是有 也对 所以你就会发现说在中国很多地方 他们吃糯米呢 那个方式跟我们的不一样 所以我印象里面 黑糯米除了吃椰浆 做别的 我好像没有想过 所以我后来我到了 到了在中国读书的那段时间呢 我就发现 他们其实混杂了很多不同的东西 来制作 其实我觉得是相当好的 所以大家不妨 在家里啊 没事做的时候 其实你们不妨可以研究啊 因为现在我们都很方便啊 大家可以上网 你去搜寻 紫米 如果你找黑米 黑糯米找不到 大家可以写紫米 紫色的紫 紫米 因为其实黑糯米也有分很多种 大家应该知道 有的尖的 有的圆的 对对对 颜色有的也不一样 但是一般上 我在中国 他们 就是我们东南亚以外的 做紫米的话 做黑糯米 他们一般是写紫米 所以大家不妨去搜寻紫米的食谱 紫色的紫 你们可以看 你会发现 原来除了今天的这个椰浆外 还有其另有天地 非常好 大家可以研究研究一下 做点新的菜样 对 医师你知道我是没有 像你你是念医学的吗 我怎么会知道糯米是润肠 是 是因为有一次 就是那段期间可能也是饮食也是生活 你就会不顺畅 嗯 那有一天我去买了 奥米 嗯 吃了 咦 咦 然后我就说 它有润肠的作用 我后来赶快去查一下资料 是 你也有放点椰浆吧 一点点 我不多 你没有放多了 因为椰浆本身 因为它有点油脂 它也有能够润肠的 所以它就有润肠的作用 是 所以我们也常讲 我们吃的东西真的不要百分百没有油 对 那是不行的 大概百分之二十就够了 是 那么有一点油脂 尤其是有便秘的人 或者皮肤很干燥的人 是需要吃一点的 是 那 我再问一个问题 如果没有椰奶 加牛奶可以吗 只可以加牛奶 只可以加牛奶 其他的不可以 不可以 只要全脂的 对 脱脂的也不好吃 你不可以放那种 新鲜奶 为什么 不够浓吧 不一样 不一样 我也觉得可以 好吧 那就椰奶 但是椰奶还是好吃 椰奶香 当然 但是 我说没有问题 有家人说椰子不可以多吃 椰子什么 对啊 你也没有把它当成饭天天吃啊 OK 我们两个礼拜吃一个甜品 不过分吧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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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啊 那个说起甜品啊 我们以前 我们还有一个 大家都很熟悉啊 像番薯 番薯汤 番薯汤其实也算起来 他番薯其实也是个很好的粗粮 只不过是说 因为大家觉得因为你甜嘛 不好 那我会建议大家 你煮番薯汤的时候 其实呢 你也一样可以 偷偷的丢几片那个甜菊叶进去 我还以为你说放姜 姜 姜是一定要放的啊 嗯 煮番薯汤不放姜 吃得容易肚子脏 而且没有那个香气 嗯 所以大家可以试试看 就是你煮番薯汤水的话 嗯 第一个 你放你 你丢几片的那个甜菊叶下去 可是不要煮太久 只是丢下去 你也可以在 煮好了 还把甜菊叶丢下去 大概给它泡个十分钟后 就可以把它捞起来 捞起来以后 你尝尝那个味道 这个时候你可以放一点点糖 可是呢 如果你放一点龙眼进去 再放一个今天的椰糖进去 其实你就会发现 你其实是不用很甜 都很好吃了 OK 这个是差不多一个小时了 嗯 我们就放糖 糖我们每次要放的时候 至少 最后的 五分钟 六十分钟 六十分钟 才放进去 不可以 马上你煮 马上放进去 你认为这个糖 因为一般我知道 广东人煮糖水 他会讲说 这个糖放进去 如果煮太久的话 这个甜品的味道 会受影响 你认为会吗 就是我们在 最后的 那 大概煮多长时间 才放进去 三十分钟 对 OK 你也认为说 糖放进去煮太久 会对 那个味道不好 对 会 要啦 它会吸收 它的味道比较多 嗯 但是呢 也讲究 也要煮一段时间 要不然的话 你的 那个 不是融的问题 是里面的那些甜 那些食材啊 没有办法跟那个甜 完全融合在一起 对 就所说的 你可能 你很吃很吃才放糖啊 你就可能只吃到那个汤是甜的 但你吃糯米的时候不甜 就是它的那个食材跟那个 糖没有完全的融合 所以你看一个小时跟 因为你要煮一个半小时嘛 嗯 所以它配合得很好 嗯 在你三十分钟 最后的三十分钟 采放进去 给它慢慢的来 好 刚才啊 医师就讲说 自从有了慢煮锅 慢煮锅之后呢 做很多东西就容易 对 那当然这样煮是更香 因为慢煮锅 或火炭更好 对 那如果是用那个慢煮锅的话 有什么煮 可以 也是可以 煮的过程要注意什么 还有什么窍诀吗 你就放 它的热 你放低 低 还是低 OK 然后你就煮 现在要煮滚它吧 煮滚了才倒进去吗 那个水一定要滚 OK 一定要滚的那个水 我们煮东西的话 一定要用 放慢煮锅的话 一定要滚滚的下去 对 然后你才放 全部的东西进去 包括糖吗 糖可以一半才放 你放一半 一半你到三十分钟 最后三十分钟才放 当然因为现在我们都 多数人是居家工作 那以前的人就是 早上我丢下去 然后就出去工作 可能五六个小时 七八个小时 才回来家里 那就没有办法到最后才来 才来放糖 对吗 对吗 你有刚才说先放一半 可以的 可以的 哪怕你来不及 你后面放 时间不够长 我觉得应该也还好吧 可是 因为你看 我们都是做工人嘛 你用Slow Cooker 是因为你要方便 方便 没有办法 你把它放进去 你就去做工 回来就可以吃 是 所以你一定要放的 谁在家里 如果没有工人 谁在家里跟你放 就是全部放进去 给它慢慢去煮 就小火 对 人一回来就可以吃了 可是我说老实话 如果家里真的一个人都没有 我是不放心 这样丢着那个Slow Cooker 真的啊 我会倒过来 我会晚上睡觉之前 开 然后到天亮 然后我可能就 放Slow 最小的 对 保持它一点温 我觉得才比较有安全感 对对 我是觉得 通常我煮汤的时候 就是个夜 我睡觉的时候 我开 然后早上起来 就把它 弄好 就关掉店 因为你不知道 它的店会不会 出什么问题 对 人回来的时候 要吃 再烧它 是的 这个是我的 我也是 我是这样 比较有安全感 因为我觉得完全没有人 在家一直开着电视 当然冰箱是OK 可是我觉得煮东西 还是要注意 可是现在很多 还不可以试吃了吗 对不对 多十分钟吧 多十分钟吧 我们就试一下 可是你真正要煮的时候 是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 OK 可是我们多十分钟 我们就可以试一下 多十分钟 我们为了要更好吃的话 我们可以稍微再等一等 是 那我们就是因为要做这个节目给你看 那我们就是要提早一点 来做一个示范 对 那我们比如说 假设这个已经是时间到了 然后我们就把它拿出来 对吗 拿出来马上就加椰奶吗 你可以给它冷一下子 就是五分钟这样 十分钟这样就好 可是如果你要吃稍稍也是可以 对 OK 好 如果说假设 这个啦 我是以 现在呢 我不要做的是我们南洋式的 就是我们新加坡式的甜品 如果我们以中医的角度 要做一个有补血的 有一点八宝粥的那种概念的话 其实大家也可以放龙眼红枣 然后就不用放烟来了 就龙眼红枣一起丢下去煮 当然如果你想要吃到龙眼的味道的话 你就最后半小时才煮 不然的话 其实你也可以把红枣剪碎了 然后加上龙眼的一起煮这个 煮这个 黑糯米 黑糯米的话呢 我还有一个东西大家也可以放的 就是冬瓜糖 OK 所以就是冬瓜糖 龙眼跟红枣 那么冬瓜糖记得把它稍微剪小一点点 那这个煮法的话呢 你也可以照样放椰糖 不过呢 你的糖我是建议大家 不要一下子放太多 先试一下味道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已经有糯米啊 有龙眼啊 这些香味的话 其实那个甜度可以减少 吴医师那个冬瓜糖 跟我们最近一直提到的黄糖 还有白冰糖这些 白冰糖当然是相对比较 对 能不选白冰糖 我觉得应该尽量不选 对 对吗 对 那我们黄糖跟那个冬瓜糖这种 它是不一样的 其实严格来讲哦 冬瓜糖的糖呢 是白糖来的 不过我为什么选用冬瓜糖 因为冬瓜本身有它的香味 然后呢 我们是用 因为你腌冬瓜的话呢 冬瓜有除了香味外 冬瓜有清热的功效 所以呢 我建议大家可以试试看 放点冬瓜糖 还有一些呢 如果你要它香味的话 我们不是有那个鸡饼吗 鸡饼 对 你也可以把鸡饼切碎了 鸡饼 不是鸡 鸡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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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鸡饼是属于四饼 鸡饼 鸡饼是有那个 好像橙的皮的那种 鸡子 鸡饼 鸡饼 大家也可以放点鸡饼进去 放点鸡饼也是把它切碎 到比较后面的时候 我看到了 所以我觉得 糯米其实做的甜品 大家不妨可以发挥自己的想象力 不是单单我们这个是一个我们很传统的吃法 我也很爱它 可是我们有时候呢也可以试试看做别的一个吃法 就是说你可以加点红草进去 冬瓜糖 还有你可以放点鸡饼 丢下去一起煮 甚至大家可以放少少的糯米 很漂亮 糙米 一粒一粒的 放点糙米进去 其实也可以做成很好喝的这个黑糯米粥 你看看烫 有点小烫 好谢谢 有点小烫 OK 我只是 因为我们的时间是差不多 所以我只是 只是做一个示范 是 就是你要吃的时候呢 你可以 放一些椰酱 对 这是我的最爱 哦 这样这个给医师 对 你不放的 其实我如果可以的话我不放的 我要我要我要 我要放椰酱 然后另外一个吃法呢 就是 你看 我们用 冰淇淋 你一定要用到 香草味道的 香草味道的 香草味的 冰淇淋 把它 放一根小烫 这个是 这个是咖啡的 咖啡的甜品 可是 要等它冷吗 不用 热热的 就是热热的 给它融化 这样吃 两个不同的吃法 你吃一下吧 来来来来 吃之前 在它 我搅了 美貌俱全的时候 给你看一下 啊 哦 哦 然后你吃的时候 要把它搅融化吗 要 还是不要也是可以 就是你吃 你先混着吃 再把它搅化的吃 我先吃没有混到任何的 只是单单那个 黑糯米粥的那个味道 虽然今天因为要示范给大家看 煮的时间不够长 但是也是熟透了 只不过是因为时间不够长的话 大家可以看到它的 一粒一粒 一粒 可是它的汁就不会滑滑的 对 对对 但是 有人喜欢吃这样的 我喜欢这样 有人喜欢可以 吃到那个糯米的那个口感 对 糯米是熟透的 我喜欢这样的 可是不够烂而已 我喜欢烂烂 所以我煮的时候都是一个半到两小时 嗯 可是 你会不会觉得 跟那个冰淇淋很 我还没吃到冰淇淋 我还在享受黑糯米呢 你要一起吃 好 你要尊重Chef 跟冰淇淋一起 不一样 可是就你所说的 那个糖跟 不一样 不一样 嗯 等一下我再吃 因为这个糖放进去的时间 没有到半个小时 对对 所以我喝到那个汤呢 是比较甜的 可是我吃糯米的话 就吃不到什么甜味 所以大家记得哦 如果你不喜欢 就像说我不要吃的那么烂 我要像现在我们看到的 粒粒分明的米 那你们一定要计算 大概要提早一点点放糖 我觉得真的糖要至少煮半个小时 对半个小时 才可以让这个米的甜味呢 都已经可以渗进去了 对对 我很忙着在吃 我都没有忙着在吃它 很不一样吧 是 因为它是冰淇淋 冷的 然后这个黑糯米是刚刚从那个锅里面拿出来 硬着 它是比较热的 嗯 所以 感觉上呢 就是 冰火 那种冰火一起的感觉 嗯 嗯 那有些人牙齿可能比较 不够强 没有问题啊 我觉得这个 这个度是ok的 因为我刚才说了 它是熟透的 只是不会烂 所以那个水还没有滑滑的感觉 对 它没有开啊 可是里面完全是透的 嗯 所以没有问题 哇 这个程度对于喜欢咬到米的人呢 是ok的 嗯 所以我跟你讲我想吃烂烂的 哈哈 可是我喜欢吃烂烂的 就是 我都可以 一个半到两小时吧 对 可是如果你用slow cooker 当然它会烂的 要更久了 要三四个小时以上吧 对 好 你看这个礼拜 有午餐肉炒饭 很可惜我没吃到 你看我在在申诉了 这个阿桑的巴拉圆 辣椒 辣椒 那个辣椒 哦 那个好吃 刚才你吃五香卷 连藕排骨汤 我想象也是很好吃 因为我没有吃到 五香卷 哇 很好吃 今天的哦 娘惹杂菜 应该也是很好吃 今天的椰奶黑糯米粥 很好吃吧 你可以上网去看我们的视频 是 然后把它留下来分享 可以 然后可以上那个 onepa.sg 去看看老师什么时候教课 然后下个星期呢 一样 早报.sg 还有963号FM的面部 还有晚报姓名的这个平台 都可以看到 一起来做饭 下个礼拜 我补充一句哦 因为娘惹杂菜我是有吃到的 那个呢 你拿来搭配 其实这个黑糯米你拿来直接这样煮 不要放糖不要什么 配牛你要杂菜 我觉得很好吃的 让她试试看 御师 御师你这样讲我又吃不到 不要剪 我先上网眼睛吃 是的 不要你让妈妈看 因为我们有五天的时间 你去慢慢地学习 一样一样学习吧 对 没有说今天学你就会成功 可是没有关系 你今天不成功明天再做 是 是从经历来讲的 是 累积经验 大家累积经验都是要讲的 是的 再次谢谢 MCI 还有 PA 谢谢 Chef Allen 谢谢郭美玲中医师 谢谢你 谢谢大家 再见 再见